主持人小客 今天來玩一個 最新的手遊 那你進去之後一開始可以選一下角色 那就取名字 欸他會給我自動取名 不要啊 靠勒 欸欸 這些自動取名也太那個了吧 我們都還沒準備好欸 我的天啊 好險他可以改名 不然我一定給這遊戲巴掌 太扯了啦 都還沒按好 官方又強制取名 我玩一個新手遊 他這手是很輕鬆的 你看他就是掛到底喔 掛到底喔 好 那他升級攻略呢 就是 祖先任務 一直解的話 你就可以升等 那當然啦 你手機可以放著 他應該也是可以一直升等下去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直自動幫你解 你沒點他應該也會幫你點啊 是嗎 這個地方沒辦法 可是他平常可以啊 走路可以啊 那這邊就是提升張力的方式 就繼續解下去 就繼續解下去 這該不會是偷他的衣服吧 不然他幹嘛跟你說你是誰 好 這邊一樣可以按鈕 一開始就可以坐騎進階到那個二階喔 就其實剛才沒太好 這也是提升戰力的來源 啊 天啊 太耐玩了吧 我一個全新的手遊 那一次是掛機啊 你就給他掛到底就對了 那我先任務被搜出 再想吧 那你這邊也可以做一個 就是角色的升級嗎 基本上還蠻好玩的啦 就一直接下去 還算你V3 這真的太好笑了吧 還算你